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大片荒地 和他们下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空中还有一个绝大的三角形的飞行器 卡拉回到洞里 他把所见的景象告诉同伴们 可杰基则说 卡拉才刚上去就下来了 他认为卡拉对自己的任务很敷衍 原来卡拉分明在洞口叠了许久 这下大家才明白 原来东外和洞里的时间维度根本就不同 他们在洞里只过了一会儿 外面的世界可能已经过了若干年 他们又看了一遍肥子的录像 录像中的肥子摔下来的时候还没有死 他还强撑着用对讲剂向太勒求救 没过一会儿 一个神秘人杀死了肥仔 大家坚信山洞上面一定有人 卡拉再次爬了上去 还没等他爬出去 一个梯子就从洞口被放了下来 一个戴着面具的人从楼梯爬了下来 又一个野人装扮的人扑了出来 和面具人打进了一起 突历人没几下就打倒了野人 队员们赶紧逃跑 跑着跑着他们发现了火把 几个野人冲他们扑了过来 泰勒独自留下来应付野人 野人把泰勒打倒后就离开了 卡拉跑回泰勒的身边 他正以为泰勒已经死了的时候 面具人又出现了 他把泰勒拖到旁边的沉睡里 没过了一会儿 泰勒竟然醒了过来 又一群野人跑了过来 他们攻击了面具人 还扯下了他的面具 面具人立马就感到呼吸困难 面具人用自己先进的装备 为队员们播放了一些新闻 简单的说 外面的世界已经过了很多年 地球早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 所以面具人作为未来的人类 来寻找不老职权 大家都非常绝望 就算他们出去 现在的地球也不是他们熟悉的地球了 泰勒找到了哈勒教授 他的面前是一个结界 那里的时间极其的慢 几乎是静止的 哈勒教授身受重伤 他选择留在洞里 大家沿着面具的梯子往上爬 湖里伸出了一只手 把卡拉拉了上去 泰勒来不及拉回卡拉 底下的野人把梯子抽走了 没过一会儿 身着特殊服装的卡拉 就从湖水里钻了出来 原来他被未来世纪的人类救了上去 然后又返回把大家救了出来 时间的陷阱困住了他们 却也救了他们 感谢观看